一、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,一间住着忧伤,一间住着快乐,人得意知识不能笑得太响,否则会吵醒隔壁的忧伤。 二、有心在一起的人,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台阶,速度重归于好,离心的人,再小的一次别扭,也会曾经照借口溜掉。 三、如果有初见识的强烈动心,还有熟悉后的长久安心,那大概就是真爱了。 四、你的过去,我无愿过问,那是你的事情,你的未来,我希望参与,这是我的荣幸。 五、小时候认为流血了就是很严重的事,不管疼不疼,先哭了再说,直到长大后才发觉,其实流泪比流血更疼。 六、所谓的同学聚会,就是在多年以后给所有到场的人一个机会,看看什么叫苍海桑田,看看什么叫罪月如刀,看看什么叫物是人非。 七、刻薄嘴线和幽默是两回事,口无遮拦和坦率是两回事,没有教养和随性是两回事,轻重不分和耿直是两回事。 八、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,有些事情,要等到你渐渐清醒了,才明白它是个错误。 有些东西,要等到你真正放下了,才知道它的沉重。 九、讲一万句道理,不如自己摔一跤,眼泪教你做人,后悔帮你成长。 疼痛是最好的老师,人生该走的弯路,其实一米都少不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